欢庆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成立到今年90周年 上周六淡水国民运动中心前方 举办了90周年亲子公益园游会 不仅邀请到淡水在地舞蹈教室带来精彩的表演 现场规划有儿童游戏场跟园游会 淡水一信跟现场慷慨捐赠 公益团体20万元 展现出企业回馈地方的善行 为了欢庆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成立到现在90周年 上周六在淡水国民运动中心前方 举办90周年亲子公益园游会 不仅是邀请到淡水在地的舞蹈教室带来精彩表演 现场还有规划儿童游戏场提供游乐设施 让小朋友免费使用 而游会以儿童游戏节目表演 摊位市集为主轴 淡水一信现场更慷慨捐赠的公益团体20万元 展现出对地方的关怀帮助的热心 为了庆祝淡水一信90周年 我们今天举办了亲子公益园游会 来这边我们有摊位有表演 同时还有儿童的游戏等等 我们希望来这样回馈整个社会 同时我们今天也针对两个团体 捐赠了20万的公益金 我们希望抛砖引玉来回馈给这个社会 活动当天有美食手作商品 DIY及手艺等等的多样市集摊位 而舞台区则是有邀请多个团体来精彩表演 还有淡水一信幼儿园的小朋友 也展现出可爱活泼的童趣表演 让亲子一同度过充满开心的周末下午 而淡水一信理事主席也表示 今年90周年园游会更是有一系列活动当中的其中之一 现场市集包括了吃喝游戏手工商品 以及亲子DIY的手艺活动等20多个摊位 更重要的就是不忘回馈公益社会 捐助在地的弱势团体 除了期许在金融业务稳定发展之外 也希望可以让社会更加的美好 淡水一信目前已经有17家分社 我们第18家分社将在这个月份 在台北市成立台北分社 地点是八德路三段228号 目前淡水一信已经有存款达到1030亿 放款达到720亿 我们希望来服务更多的居民 同时能提供更好 更迅速更便捷的金融服务 淡水一信捐助公益团体20万元 受证单位有新北市淡水区关怀路市协会 还有财团法人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 由麦主席在舞台上亲自颁证 并且由蔡景贤理事长 以及何天元副知青长到场接受捐赠 而两个人感谢淡水一信热心公益 一信也表示过去曾经捐赠救护车 巡逻车还有福康巴士等等 每年更举办了一信奖的奖学金 还有东令救济等活动不设美举 而淡水一信已经是一家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热心举办公益活动的金融机构 期盼透过90周年的系列活动 一起与在地居民分享 并且造福地方生根发展 一直许多愿意淡水采访报道 他们有赉金 和多福亚